接下來洪梓老師要介紹第十二題 十二題也是第2負一的題目 他說民利率3% 每四個月一起負利計算 本金應該是20萬 那五年以後的民口是多少 那請你用對數表來求 簽以下45度 那這個題目你發現到 他的民利率是3% 可是他多久一起 四個月就一起 我一年的利率才3% 那四個月可不可以領到一年的利率 不行 那四個月應該利率只有多少 1 所以四個月的利率標籤求出來 四個月的利率呢 就等於 3%是一年 那你四個月佔了他的 3分之一 或者說12分之4 四個月 是不是就3分之1 好 那所以呢 這個稱出來多少 百分之1 百分之1嘛對不對 百分之1 所以你先把他一起的利率找到了 好 那你再問一下 那你五年到底是幾期啊 那你五年到底是幾期啊 因為現在不是一年一期啊 就四個月就一起 那一年會有幾期 三期 那所以五年 十五年 五年 共 五成立 三成立 十五期 那這個三當然是 十二個月一年嘛 每四個月一起 所以才有三個月 那三期 所以十五期 好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 請問本地有怎麼算 這樣就可以算了 怎麼算 二十萬本金 乘上 一價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現在的利率 只有百分之一 然後過後的 十五次 十五次的方 七次的方式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要求這個 那這個其實 當然就是 一點零一的 十五次八 二十萬 好 增加上 一點零一的 十五次八 那我們先去假設 先把這個 求出來 一下帶進去 我們先立 我們的y呢 就等於 一點零一的 十五次八 那你要求y怎麼求 你取六個對不對 block個y block個y 就能動格的 一點零一的 十五次 這十五可以提出來 乘上 block個一點零一 一點零一 一點零一 差比一下 多少 零點零 零四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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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們就把它乘一乘 這個乘出來 應該是 大概是 這是六十 這是四十五 這是六四五 所以零點零六四五 零點零六四 因為有四位小數 好 所以有這麼多 這麼多把它帶進去 把它帶進去 所以啊 你的本力 那個不對不對 不對 這麼多 這個不是y 誰死 你看 這個y在這裡 block歪一下是這樣 這個不是y 那這個要先把它變成 block多少 好 所以再反查一下 0.0645 那應該多少 大概是多少 0645 多少 1.16 好 所以這裡是1.16 這個時候y大概是1.16 好 這個y大概是1.16 那y知道了 我們要求本力合就可以來求了 本力合呢 就等於剛才的20y乘上這個y 好 就是20y乘上y呢就是1.16 好 這樣乘起來是多少 2.1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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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變成2.16 23萬2千元 看這樣 我們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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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